146. 新經報 招作萬方股東暗戰董被擅置停牌租解評 對於擁有豐富經驗的招作萬方董被擅置停牌讓業內廢解 其背後移為寫新保護業股東利益 2015年7月27日上市公司特別報導 B.08李春平三次獲平新財富雜誌金牌董被的賈東驗 近日雕鳥飯碗 7月17日 招作萬方女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招作萬方 612發布公告顯示 已擔任招作萬方董被達14年之久的賈東驗 因未經董事長批准同意 擅置發布停牌公告遭到招作萬方解雇 新經報記者通過採訪分析 發現賈東驗租驅逐背後 已是招作萬方股東監利益增執 現招作萬方大股東吉濤高 西藏吉濤高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或了挑子 疑義股東周制遊戲 周制遊戲股份有限公司 已走在轉型遊戲行業的路上 對同在謀求向遊戲行轉型的招作萬方野心勃勃 金牌董被租解僱養業內費解7月17日 招作萬方發布公告稱 公司董被賈東驗因違反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擅置發布停牌公告 以不適宜繼續擔任公司董事會秘書職務 經公司董事長蔣英剛提議 會議決定解聘賈東驗公司董事會秘書職務 同時解除其副總經理職務 新經報記者查閱招作萬方發布的公告 其最近的一次停牌公告發布於7月7日晚 招作萬方在發布的停牌公告中稱 董事會接到二股東周制遊戲通知 監禦近期股票市場波動較大 為推進公司穩定發展 公司近期將籌劃相關資產收購事項 為防止股價波動 保護投資者利益 公司股票自7月8日起停牌 招作萬方當晚的停牌公告 因逢A股停牌潮 並未引起市場過多關注 而招作萬方17日的一職公司董事 擔備擅置停牌租解僱的公告 吸足了市場眼球 亦讓業內人士難以理解 廣東一上市公司董事 對新經報記者表示 各股停牌需要法定程序 停牌復牌都需要申請 而正常情況下 上市公司公告內容則都會經董事會通過 董備單獨決策停牌幾無可能 對於擔任公司董備職務十幾年的賈冬驗 更不可能不知曉其中的流程 擅置停牌的說法讓人廢解 該董備說道 新經報記者查閱賈冬驗的簡歷 正勸律師出身的賈冬驗 至2001年1月至被解聘前 一直擔任招逐萬方董備 任職時間長達14年 2007年4月後 其還兼任招逐萬方副總經理 而在2008年、2009年和2012年 賈冬驗還三次當選新財富金牌董備 當選者被認為在完善公司治理、規範運作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得到廣大投資者和監管機構的認可 賈冬驗租解聘在讓業內人士廢解的同時 也引起了監管層的關注 招逐萬方解雇賈冬驗公告發出的當晚 深交所就對招逐萬方下達了關注銜 要求對等被違規事件做具體解釋 招逐萬方在7月20日的公告中解釋 此此停牌公告的內容和備查文件 符合深交所業務專區關於股票停牌相關規定 但賈冬驗未經董事長批准同意 發布了停牌公告 違反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相關規定 新經部記者也試圖聯繫賈冬驗證 但其移動電話以呼叫轉移至移動秘書桌 無法接通 招逐萬方董事會辦公室 一工作人員則在新經部記者致電採訪時表示 關於賈冬驗因擅置停牌而租解聘事宜 無序新動態可提供 一切以公告為準 現大股東美控制董事會招逐萬方現任董事會成員 均為2007年至2013年間進入招逐萬方董事會 賈冬驗之力最深 但在7月17日 招逐萬方召開的董事會臨時會議上 董事會以拾票全票通過的方式 解拼了賈冬驗 董事會成員資料顯示 招逐萬方現任董事長為長英剛 曾任職於元第一大股東中國女業 招逐萬方的其他六名非獨立董事中 馬達卡、黃振斌也曾任職中國女業 勞東兩則現任中國女業總裁助理 招逐萬方現任董事會成員均由萬方集團和中國女業委派 任期已於今年7月10日中止 目前屬於超期任職 2006年 中國女業從萬方集團接過招逐萬方的控制權 2013年7月 招逐萬方變更為無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以在近一年時間內 中國女業為了紐規脫困 大量轉讓 減持招逐萬方股份 招逐萬方股權結構發生劇烈變化 2014年9月 吉頭高爾百元股協議受揚太達宏里基金 大成基金 華夏基金 金元惠里基金所持招逐萬方2.06億股 佔本公司股本總額的17.168% 成為招逐萬方的第二大股東 9月底 吉頭高增持94.82萬股 將持股比例提高至17.25% 成為第一大股東 今年的3月2日 中國女業再次通過協議轉讓方式減持 招逐萬方股份1億股 另一家上市公司周制遊戲20.03元股的成本 接盤成為招逐萬方第二大股東 通過轉讓、減持 原第一大股東中國女業則僅成4.99%招逐萬方股份 以無足夠股份讓其在董事會擁有話語權 已成為招逐萬方第一大股東近一年的吉頭高 及新進第二大股東周制遊戲 均未向招逐萬方董事會派出自己人 招逐萬方在投資者活動平台透露 劉坤芳、吉頭高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 目前尚未進入公司董事會 也未在公司任職 現在董事會和管理層中沒有吉頭高位派的人員 招逐萬方董事會辦公室工作人員對《新經報》表示 公司目前正著手開展董事會換屆工作 將於近期進行董事會改選 不過對於現任大股東 以股東是否有提名董事人選 該工作人員表示自己並不了解 須與董被證券代表聯繫 大股東或再生變數大股東遲遲不改選董事會 任由原大股東萬方集團和中國女業委派的董事會管理公司 其背後或反應吉度高並不打算長期擔當 招逐萬方第一大股東 賈東嚴違規法布停牌公告 將而股東周制遊戲的野心暴露 今年4月14日 成為招逐萬方第一大股東半年多的吉號高 便籌或股權轉讓 此次停牌時間長達兩個月 根據6月23日的復派公告披露 上海農倉投資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下簡稱上海農倉 與吉號高就股權轉讓事項進行深入探討 但事分歧較大 最終終止股權轉讓 工商資料顯示 上海農倉成立於2014年11月 上海農倉創夫投資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執行事務合夥人則為上海農倉 以在周制遊戲2014年關聯方專項報告顯示 其關聯方上海農倉由農投資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於2015年1月29日 更名為上海農倉創夫投資管理中心 有限合夥 即吉號高籌或股權轉讓的潛在買家 為3月新進的第二大股東周制遊戲 周制遊戲現持有招逐萬方8.31%股權 持股量為第一大股東吉號高的約一半 上述股權轉讓如成功 周制遊戲或有可能成為招逐萬方新的大股東 實際上,對於轉型期的招逐萬方 周制遊戲或對其更加重要 主營電解類業務的招逐萬方 2014年以17億元收購吉號高旗下的萬級能源 首次介入遊戲開發領域 周制遊戲則從2013年開始從房地產企業向遊戲行業轉型 公司稱目前已基本完成主營業務向遊戲行業的轉型 周制遊戲從中國類業手中收購招逐萬方股權 也曾被業內認為與普通財務投資有本質區別 成功從中類受養招逐萬方股權 對於轉型遊戲行業的周制遊戲來說 可以充分利用雙方已有的遊戲區塊 陷探開發技術或管理資源 對謀求轉型的招逐萬方 也是會利共贏 一圈商分析師對《新經報》表示 擅置停牌而為保護熱股東假冬驗擅置發布的停牌公告 也與第二大股東周制遊戲有極大關係 請董事會接到熱股東周制遊戲通知 招逐萬方在四月停牌後 吉兔高已與周制遊戲的關聯方進行過接觸 在終止籌劃股權轉讓復派公告中 吉兔高表示 三個月內不再籌劃此股權轉讓 不籌劃重大資產重組 周制遊戲再次宣布籌劃重大事項 顯然有所是囂 已在復派公告中 以公司董事會的任期以戒滿 因此建議在公司新一屆董事會成立後 再籌劃上述事宜 這一組已確定的事情作為理由 也讓市場懷疑此次停牌是倉促之舉 業內人士則認為此次假冬驗擾過董事長 擅置停牌 可能是為了保存二股東周制遊戲 面臨平倉的質疊股份 今年的4月27日和29日 受讓中國女業一億招作萬方股份不到一周 周制遊戲就將受讓的全部股份分別做了股票質疊式回購交易 但如 股大跌 招作萬方股價要斬 業內人士分析 當質疊的股票價格嚴重低於當時簽署合約時的質疊價格時 相關機構會要求客戶追加擔保品 但從公開信息看 周制遊戲自身資金吃緊 6月30日 周制遊戲向銀行貸款約26億元人民幣 而在5月6日 周制遊戲控股股東廣西政和則 將其持有的周制遊戲7800萬股質疊 自此廣西政和以累計積卡所持有周制遊戲5.12億股 佔所持股份比例達99.88% 這意味著如果周制遊戲積卡的招作萬方股票觸及境界線 而又無法追加擔保品的話 可以使周制遊戲積卡的股票將被強制平倉 而停排卻可以阻止股價進一步下挫 不過,對於上述的分析,招作萬方並未回應 而應以股東周制遊戲要求寫新停牌的金牌董被假冬驗 是否真換來了以股東的生存之機 以及能否給招作萬方的轉型之路帶來希望 只能拭目以待 新經報記者李春平北京報導